讚 棒 其實我也做過城市最近 因為我去澳洲 然後想說幫我大女兒買個禮物 可是因為我們去的時候是 那天逛街是禮拜天 店都關門 然後想說前面怎麼有 我就進去看 裡面竟然全部都在賣 日本動漫的東西 因為我各個女兒都超愛動漫的 然後我想說應該就是很舊的吧 沒有 有英雄學員 然後因為我大女兒就想 你們知道是英雄學員嗎 知道 你們真的知道嗎 其實沒有那麼清楚 你們知道嗎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好 反正你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好像英雄學員 綠色頭髮 對 英雄學員裡面 我大女兒就最喜歡 一個叫抱豪的 然後一個叫烘膠洞 然後因為烘膠洞就很明確 就是看得出來它是烘膠洞 因為它一邊頭髮就紅了 一邊是白了 然後抱豪就是金髮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有兩個金髮的 然後因為公仔 你如果長期買的話 你應該知道 有些公仔會做錯 做錯 就比如說他是 都是公仔帥的 可是有一陣子就是會 眼睛飄飄掉 印刷有 對 然後我想說 到底哪一個是抱豪 應該兩個都是抱豪吧 可是這個抱豪比較醜 因為它有點這樣 爛爛湯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買這個抱豪好了 對 然後後來 回去的時候 我就打那個拿給我女兒 我說怎麼樣 她說 我說 烘膠洞 不是你喜歡的嗎 她說 對啊 我很喜歡烘膠洞 但另外一個是誰啊 我說另外一個不是抱豪嗎 她說 是一個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 小角色 他說為什麼 但是也是我的英雄學員裡面的 也是英雄學員 然後我就說 不會吧 她有翅膀耶 她說 抱豪不是翅膀 抱豪是 這個 這是一個 然後會發出什麼電力 還什麼的 我就說 然後那天後來 我們去那個吃飯 然後我就跟我大姐 在聊天 我說 如果這樣的話 你那個不要 不是抱豪那個公仔給我 送給我的粉絲好了 然後我大姐 是那種非常節儉的人 她就立刻大怒說 她就說 為什麼送給粉絲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說幹嘛 然後因為她兒子 也很喜歡公仔 也很喜歡看動媽 她說 你為什麼不送給你橘子 我說 可是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喜歡這個角色 我就說 你喜歡這個角色嗎 她說 我喜歡他 他要什麼名字... 然後我大姐就說 你幹嘛 你為什麼不先問 什麼東西是換外人 為什麼不說 Oh my God 天啊 所以我大姐應該就是 跟你們是同一派的 當然 不能送 不要浪費 對啊 要送也要送親人 自己人 當然是這樣子 康米哥 那如果有人送的 就是很棒的 你兒子很愛的 一個大的公仔 可是你不喜歡他 你會讓他留著嗎 用送的嗎 送的 送的可以留嗎 送到的空間 其實會佔五坪喔 我比你還要 比你還要吧 那我就叫他不要留 好 還有下一題 比如說 如果你每個月 都可以出去旅遊好了 但是你那次旅遊 一定會花光 就是你可能那個月 所有賺的錢 你都會一次花完 這樣的話 你們會想去這趟旅遊嗎 會 只是一個月的薪水是不是 對 就那個月 不可以啊 會啊 不行 不會 對 為什麼不 我們也不需要思考 會 所以你們先講為什麼會 因為都已經難得出去玩了 就難得 你每天都難得 沒有 因為我沒心 因為就難得出去玩 然後你人生有幾次 有可能會到那個地方對不對 可能沒有下一次了 對不對 難得 所以我們很悲觀的是 你可能沒有下一次 沒有這個機會 你怎麼知道你 還有 你下個月還 你們是不是一直唱 所以自己說我可能會 昨天就死掉了 還怎樣 你一直在腦補 這是很珍貴的人生經歷啊 就是這個月 比如說突然有個機會說 去北海道二十天或什麼的 這真的很難得 瞎殺七折六折 那我當然要去啊 就算是花光積蓄 我覺得都是很難得的 人生經歷 那你可以存款 存到了一個程度的之後 你可以游刃有餘的 再去北海道二十天啊 你怎麼在銀行不會被擠兌 銀行不會倒掉啊 銀行倒掉 他沒有親了吧 他沒有親了吧 你怎麼做到銀行 這樣 你怎麼 你已經瘋掉了耶 還是會打仗 還是怎麼樣 他沒有去 真的耶 現在是因為世界上很難說耶 因為有氣球在飄你知道 就是這樣疫情突然來了 就是雖然我不花 可是我認同那個 他們的說法 因為我之前就為了 省旅費 就是我本來要飛去俄羅斯 找我前男友 然後結果我就為了省那個錢 我就想說 先不要花好了 然後結果我們就分手了 因為後來就是 疫情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一開始你不知道封多久 然後後來就一直封 封下去就我們就分手了 誰知道上一次沒見他 這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沒錯啊 人生就是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沒錯 你不知道 可是我現在早上算帥的男朋友 是不是 沒有 對 我們那時候的事情 怎麼會有現在的好 所以韓族 妳也是反對他們的說法 我覺得可以去啊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把錢花光呢 人永遠一定要幫自己 留一條後路跟後手 就是我當然可以去北海道 但是我不會用 去北海道 然後把我的錢花光這樣子的行為 對 沒有 只是一個月的薪水 下個月又有薪水來 萬一妳還沒領到下個月薪水 妳回到國不小心摔跤腿斷了 妳沒錢一 對 好啊 妳整天整地拐是什麼 好 我們什麼都沒錢一起來啊 沒有這樣 我這樣 等一下 妳們現在已經吵到 現在副教授就對了 對 還副教授我們啊 那拿腿斷掉啊 對 還副教授 還是有副教授 妳有前衣嗎 會掉 我只是扭傷 好 那就沒事啊 沒事 妳有去看醫生嗎 看過了 我有錢看 沒有 妳看就好 不是 妳確定妳還是幾對好 妳還是有存款嗎 我還是有 當然有啊 我們還是有存款 但是我們的概念是說我出去 譬如說我真的有這個機會 去歐洲 去什麼地方 我不會在那邊想說 我要省這個 省那個 該花就要花 那真的如果我還有一筆錢 多出來的話 我甚至還會在那個地方 再住下來 再待久一點 就是比較隨性派的 我不會都通通規劃得很仔細 可是妳是不是還是 已經有一大筆錢 是存在銀行裡面的 沒有 我不是很信任銀行 其實銀行是真的派 不是 存在哪裡 不是有房子 就是 床底下 有房子 然後 妳有一個房子 全部放錢喔 那個回到那裡 床底下 我有不動產 然後我有 名下有一定的存款 然後所以我敢這樣子玩 但是我不會去想說 如果我玩了這些日子的話 我回來沒有工作會怎麼樣 我不會想太多 我會在那個當下 盡情地享受快樂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小小啦 花錢 不手軟的 對 但我覺得 我是在小事情上 因為我就是那種 我不知道我錢花去哪裡了 然後但我平常就是會可能 這個東西很好 我好喜歡 我看到會開心 然後我就會買 然後五千一萬 然後不知不覺就 然後又加上我數學 真的很差 數學也不好 我匯率就是很不會 就是算不出來 所以我出國買東西的時候 也一模一樣事情會發生 所以我旅遊上 會花特別多的錢 而且妳住是不是都住很好 我喜歡住得比較好 因為就像Esther也說了 就是妳既然到了那個地方 尤其我很討厭變數 就是在旅遊的時候 發生變數是很痛苦的事情 比如說妳到了那個地方 發現這個飯店爛到離譜 妳根本不敢睡覺或睡不好 那妳整個旅程會很累 所以我就是會花很多的錢 在住得好跟吃得好的部分 像我之前就是 花最多一次 大概就是去杜拜旅遊 杜拜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就是想說 我一定要享受一次看看 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樣子 這是大廳嗎 這是房間內 我的天啊 你的房間 對 這不是大廳 它是一個 這什麼啊 以前貴族皇宮 這很棒 它超離譜 一人 就兩個人 一個床 兩個人睡覺 這好旺喔 我都可以睡覺 對 要去嗎 這超棒 這樣子一個晚上要多少 我忘了 我算不太算 我覺得好像可能 現在可以投半碼吧 反正可能進食這樣子 一個晚上進食 裡面還有 這超棒的 它浴室也超大 然後陽台也超級大 整個大到離譜的那種 住幾天啊 我這個好像住兩晚而已 因為我們一直換不同房間 我想要試試看 試試看 這是好奇 好棒喔 它浴室真的好大 浴室好大 可是它的馬桶也沒有特別大 也是一樣的這個尺寸 不然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好 很誇張 這鏡子也太大 很誇張 陽台有拍到嗎 我這個影片沒有 但是我陽台跟房間 大概是差不多的大小 因為他們就會跟我們講說 我們住的 因為那個是比較好的房型 然後旁邊可能只有三四間 然後就說像旁邊那一間 就有人在那邊住一兩個月 我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上原來 大家是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世界 很多不同的角度 就是我很喜歡去享受看看 你可能平常不能經常做的事情 也是耶 體驗一下那個什麼硬板車 也是一個不同的體驗 對啊 活機 那你住完會覺得很快樂嗎 我當然會 我那天開心到不行耶 可是對我們比較理性的人來講 如果假設住這個飯店 住個一兩夜 然後可能我當個月的收入 通通都花光對不對 我真的還是會想一下 我會想說 那然後呢 然後花光了回來我要吃什麼 就沒了 然後半夜起來要尿尿 大到你會冷 然後 你想會呢 怎麼會有吃什麼 你可以在這小便團在旁邊 然後我會想 那是不是以後我就看看圖片 然後分享一下人家的喜悅 OK 但是我可以去住一個 我可以負擔得起的飯店 你一定要去住一次帆船飯店 我也有去住 我也去住了 就是你一定要體驗一次 就是它再貴 對 打怕是這段里程 你可能只有三天可以住 這個豪華飯店 但是你一定要體驗過 沒錯 才可以知道 什麼是皇宮的感覺 對 多爛棒 真的 他進去參觀不行嗎 不行 不一樣 你沒有體驗 你硬板車也要體驗 你那種帆船飯店也要體驗 對 可是如果跪到一個 整個月都花光了 我如果體驗到的快樂 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錢 對啊 因為像我跟我爸爸媽媽 他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 如果是花他們的錢 也是會住幾萬塊的 然後可能我們之前去泰國 也會有管家 然後有兩三層樓 然後可是後來晚上 我們全部都是鎖在 同一個那個 同一區睡覺 反而另外兩間房間 都沒有去睡 然後所以這一次我跟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我們就為了要省那個錢 因為我們本來是要露營三天 然後可是前面兩天 已經爬得太累太累了 然後後面那天我就說 不行 我今天真的很想洗熱水澡 我們去訂一個飯店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照片 覺得OK 還可以 然後我就選最便宜的 可是感覺還乾淨的 然後結果我們一進去 它上面沒有寫是酒店 可是很可怕 台灣的酒店是就是感覺 雖然大家都知道不乾淨 可是還是會覺得 至少它有裝潢一下 可是美國那邊所謂的酒店 就是門在外面 都是一些你看電影 他們在逃那個 被追殺的時候 要去住的地方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一進去 超級臭 然後超級髒到那個 真的 廠單 它上面還有點點 然後我們就不敢睡 你說臭是哪一種臭啊 是 重的那種 是臭味嗎 美味加煙味 因為地條 對 然後而且就是 它給我們的毛巾什麼 我們全部都不敢用 當然不敢用啊 對 然後而且連那個 對 那個我就不敢去摸 然後連馬桶的座墊上面 都有那個黑黑黃黃的點點 天啊 妳這個場景是 傑森史塔森 會在裡面包紮的 對 我那時候就覺得 咬著一個那個威士忌 這樣 然後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花錢住外面 然後可是睡在睡袋裡 因為我們車上還有 我們本來露營要用的睡袋 我們就把睡袋都搬進去 那個房間睡 就是不敢睡他那邊的 那個床單 所以妳把自己搞得這麼痛苦 要幹什麼呢 為什麼 可是也是一個體驗啊 那妳睡得好嗎 那一天 會覺得很害怕 可是我也會覺得 我如果不趁現在年輕體驗 我老了就不會想要體驗這種事情 所以妳會特別去訂公園 來體驗這種東西 是不會啊 這是不小心訂到的 這是不小心訂到的 妳會盡量去找一些 很詭異跟危險的地方 去體驗嗎 我現在有一點點這樣子耶 就是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妳如果今天得到一個 很不好的消息 妳坐在一個 一百萬的沙發上 跟坐在任何其他便宜的椅子上 妳的那個難過是一樣的啊 所以我不覺得妳花這個錢 一樣 什麼意思 一樣耶 我們這一掛就是 內心層次的提升 開始拉樓 那個喜悅 不是靠外在物質在看的對不對 以前有一句話說 那些人覺得 錢可以買幸福 不知道哪裡買 可是我覺得 那些人覺得 錢可以買幸福 不知道什麼是幸福 太深奧了 你在說什麼 就是 妳英文這麼好 也啊 也啊 但是你們家裡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人家覺得說 這其實不用花那麼多錢 但是妳們很願意 在那上面花錢 我是跟妳有一點像 我在家會放一些 別人看不太懂的藝術品 對 就是但藝術品這東西 又那麼主觀 就我之前就有 對 我之前就買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但大家都會嚇到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會買 我的手 但是它不是這麼 真的宗教的那一種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然後但是有的人進來就會 就是妳信教嗎 或者是什麼 然後或者是 我還要買木雕 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看 但可能一個就 也會上幾十萬這樣 就會 大家就會覺得很浪費錢 所以就只是放在那 因為就只放在那 而且其實一般人不會看到 就是我自己回家 我看到我很開心而已 一般人怎麼會看不到 一般人不會到家裡來啊 對 你可以拍照上傳啊 我也沒有這個興趣 就是我是真的 自己覺得很開心 很喜歡啊 快來訂閱小姐副席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有些更快的 也不是 有些更快的 就算很快的 我也有些更快的